大方好不好啊 大方 光一个语言圈 有时候他搞不清楚 但是不敢把钥匙咒的功德印在上面 为什么怕很多人就把纸丢掉了 那有时候还麻烦 所以我要靠各位说 当你这一张给他们的时候 你给他讲一讲 这个钥匙咒的功德 钥匙经的利益 钥匙佛的加持 希望他贴在这个手机上 手机没有副作用 没有不好的辐射线 手机里面所沟通的 所看到的 都是一个善的正面的 所以最好你发愿贴在上面 不好了 一看手机就当机 你儿子好几次 妈 怎么会当机呢 因为这个钥匙咒加持 不该看了不给他看 所以各位修行要修到有护法 你要是真发心跟护法说 我一定要发狐狸心 如何如何 那护法神会帮助你发狐狸心 而阻止你生起不好的信念 当然你不见得是发狐狸心 就是希望他用这个手机 去交到好朋友 对不对 去接到好信息 反正小山打来都会自动切断 你要发这个愿 你自己也要有个善愿 自然你会发觉不可思议 因为佛的每一个咒语 看到 碰到 接触到 听到 都有加持力 这是每一个佛的习真怀诸 他们的事业 所以就把这些重要的咒语 论言咒 钥匙咒 连诗心咒 大随求咒 都可以尊圣佛母咒 大家都可以多这样子作业 第二个是发给各位这一本小本的 就是希望大家多读诵 《地藏经》 那我们会陆续印好 像印这一本 听说不到一块美金 这次印了将近五万本 然后全世界送 希望各位带在身上 随时可以看 甚至你有时候没有带金帆出去 到哪里有需要帮忙 你就拿起来这样 这样就好了 大乘佛教 没有 大乘佛教是直接拿金本这样 这样子 以这样的光去超度那些三恶道 甚至你这一本经常念 每念一遍就有一次地藏菩萨的加持 因为地藏经说 就算你做梦梦到往生者 你只要念三遍乃至七遍 回向给他 他就超度了 那今天我们大家发心受八观摘戒 在受八观摘戒的时候 会增上百千万倍 随着我们的发心 又合起来 大家一起念 那等于这一本经典 就已经有千万遍的加持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出家 还在做旅游业 做别的行业 我永远都带着 碰到人家生病 我就给他 像圣经一样很有用 碰碰头 这个人晚上琢磨 碰碰头 真的有用 所以我对地藏经 特别有感应跟信心 所以特别我们 这次请战延法师来 那送地藏经已经送了 五千步了 我想五千步 多少另外一回事 是在念地藏经的这一两个钟头 保持在地藏菩萨的精神那种 力量比较大 就像各位念 欧玛尼伯明哄的时候 你能够保持了 对六道众生的这种悲心 愿他们消除他们的烦恼 乃是恶业 愿他们各个脱离六道轮回 能够发菩利经 往生十方诸佛菩萨净土 将来成就活到 欧玛尼伯明后 所以当我们转经轮 转一遍 这个经轮 这里面有五千万遍 所以你转一遍 欧玛尼伯明后 请问有几千尊观音菩萨 出去度众生 五千万尊 这里面有五千个欧玛尼伯明后 你用悲心一转动 就有五千万的观音化身 出去利益众生 两千 变一亿 一亿五千万 两亿 这个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 以发菩利经受 帮安在界 这么多人 千步的地藏经一念 整个世界 有没有充满地藏不经的加持 不可思议 所以你手上这一本 地藏经 大本也好 小本也好 就一次就有千遍的加持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经典 经典所在之处 如佛所在处 所以古时候人身上带着经典 刀枪不露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更重视经典 汉传佛教 重视咒语仪轨 但是无论如何 重点都在这个利他的悲心 菩提心 所以身上带一部地藏经 身上带一部楞严经 现在还有浓缩版的 弄得小小的待在身上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现在要 这样的精神 特别今天 我们往生排位在我们面前 然后要消除业障 要超度亡魂 要生起那种强烈的 这菩提心 那地藏本愿经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念一下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 劝进行者 我们就以这种最高目标 发菩提心 大家深信因果 守宝安在戒 放生 上供下施 我们真实在做 深信因果 以进一步以这样的心 来读诵 大乘经典 以大乘的心态 读诵 大乘经典 所以各位你要观想 等一下你念诵的 每一个字都在发光 都变成彩虹 每一个声音都变成彩虹 变其世界 法界 地狱道 恶鬼道 如果我们对地狱道 有真实的大悲心 请问地狱道 听得到吗 那地狱道 会变什么 马上变净土 火焰把化红颜 各位要有这个信心 就像这里面 光木里 婆罗门里 以这种悲怨菩提心 来到了地狱 他一进到地狱 所有地狱的众生 包括他的母亲 当下都升天 为什么 因为这光木里 婆罗门里的悲怨心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 地狱经没问题 地狱菩萨没问题 那这个力量 我们如何展现 那我们跟地狱王菩萨 同行同愿 所以读地狱经不是读 是一种实修 按照地狱经里面的 了解因果 地意 了解轮回的故事 地狱菩萨里面的四个故事 发菩提心的故事 度母亲的故事 最后呢 能够真实地学地狱王菩萨 这样归一三宝 一步一步地 为母 布施 持见 而发菩提心 最后 成就活到 那我想这是 读地狱经 变成我们在 转法轮 因为我们用我们的 身口意 来实践地狱菩萨的精神 然后这样呢 现世者得福报 往生者得超度 整个世界法界得到利益 这样最好 我现在要请人家再找 这部地狱经翻成藏文 上文以后就送给他们读 你要知道我们汉人 读这部地狱经就不得了了 我想法无高下 只要动机正确 所以 前面的卢香站 诸佛菩萨已经降临了 那我们要升起 卢 当时候 光木女 婆罗门女 乃至长者子 乃至国王 看到了社会的乱象 看到了母亲的 这些恶业 而升起了悲怨 愿我让所有的老百姓 都离苦得乐成佛 果乃成佛 这种悲怨 那就看到了 佛菩萨的庄严而发起 也愿这样的相好庄严 能够度众生 所以这个相好庄严 不是为了自己 因为这样才能够度众生 所以各种因缘 就写了地狱菩萨 法普利金的故事 乃至我们华人 一定会去九华山 有机会 往金地藏 这位韩国的王子 不做王位 跑到中国来 在九华山修苦行 修到九十九岁 九十九岁 后来人家才知道 他是地藏王菩萨的视线 而影响到今天 所以各位将来有机会 要去九华山朝拜 那如果你是为爸爸妈妈去九华山朝拜的 爸爸妈妈一定脱离山而岛 能够亲自带着 那更好 然后我们现在再念一遍 像地藏王菩萨为母亲众生 平等心共生一样 希望他们得到这个共生的福报 各位念一下 那么 愿现实父母 您要 int mostra his own and idone 愿现世父母业障消除 福报无量 愿皇省父母 历代主先 留产胎儿 冤亲载祖 所有受苦亡魂 罪障消除 永离山土 归一三宝 发菩提心 同臣活道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 年假结束后 防疫勿松懈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共同降低传播风险 年假期间 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 因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外出时 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在家时 请维持社交距离 若身体不适 请在家休息 若需就医 需佩戴口罩 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经医师评估后进行裁检 在确认结果前 请留在家中不可外出 即使检验为阴性 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若无出现任何症状 可正常生活 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急延后洗牙等 非急迫之医疗 请国人配合防疫 共同谈结 守护家园 某报社的女记者 自己罹患未病多年 治疗不见效果 有一天 她去请教师傅 是不是自己上辈子 做了什么坏事 于是师傅问她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馒头皮啊 每次都把它撕下来弄掉 对啊 我从小就不喜欢吃馒头皮啊 不喜欢吃馒头皮 这样也有罪吗 唉 你把馒头皮 都弄到自己胃里去了 这样能不痛吗 要知道 包天天物罪过很大 这个世界上 到现在 还有许多人 每天吃不饱肚子 甚至饿死啊 应该感到惭愧才是啊 就算富裕的国家 也有许多人 因为钱吃浪费粮食 至今 还在垃圾桶捡垃圾来吃啊 要警觉啊 那 那我该怎么办呢 师傅 你要生忏悔心 从今以后 不要再浪费食物 你的病就慢慢会好的 阿弥陀佛师傅 我们是远到来观光的佛教徒 我身边这位小姐 她怀疑讲得不好 所以我带她请教您 她说她自己有胃病 药物治疗都不见效果 可是她说她从来没有浪费过食物 想请教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的朋友不浪费粮食是很好 可是她浪费纸张啊 你的朋友写东西的时候 只要觉得哪句话不满意 或哪个字幕没写好 就会把这一张纸 一团丢进垃圾桶里 还有 她用餐的时候 浪费的餐金纸特多 吃一顿饭 用一张餐金纸就足够了 她却每一次 插手或插嘴 就用掉许多餐金纸 这是相当浪费 要勿尽其用 不可以浪费 改了这个坏习惯 未必就会康复啊